好 我們節目要開始了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小小音樂家音樂教師的主任 我是葉瑩老師 因為在座呢 我有幾個家長我真的是比較少見到 所以我想說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等一下請大家跟用很熱烈 有精神的口氣跟葉老師問好 好 各位爸爸媽媽 各位現場來的來賓 好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安 早安 好 我在這邊就是 很開心的 就是我們12月還可以在這邊見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今年5月就沒有辦法辦音樂會 我覺得還記得 我們那時候的心情有多麼的難過這樣子 然後現在我們還是鼓起了 勇氣辦了音樂會這樣 好 那個 我們第一次來到中階表演的小朋友 請你們把手舉起來 所以是第一次 哇 我們這一場有 1 2 3 4 5 6 6個小朋友來到這邊表演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撕裏 好 謝謝 好 在這邊還是有些事情 我還是在這邊 再次就是重新講一下 如果有聽過的話 就是再聽一次這樣 好 首先呢 我先講一下 就是在這邊的規則 一樣跟初階音樂會一樣 請各位寶寶媽媽 幫我把你們的手機關震動 或是關機 連Line的那種 一兩個那種 噹噹噹噹噹的那個聲音都不能有 還有 我們在拍照的燈攝影的時候 是不用閃光燈的 所以請幫我注意一下這邊 請大家先幫我調一下手機 好 然後呢 剛剛有講了 這邊三個人是維持三個位子 就是要有人的在這邊 好 現在呢 那我先請一位小朋友來幫我當示範敬禮的小朋友 好 來 我們請蔡維珍來 來 請你幫我把口罩拿起來 請記得 因為經理議題的關係 我們只有上台的前 即將上台的三位學生不戴口罩 所以其他人仍然是戴上口罩的 好 現在沒有戴口罩 我記得是沒有戴口罩上台 好 來 我們請蔡維珍來 這邊有一個叉叉 小朋友眼睛看喔 這邊有一個叉叉 請你看好 然後敬禮 對 好 記得你的腰要彎下去喔 我在舒服機的時候是不是有教 是腰要彎下去 不是點頭 好 然後來過來這邊 好 女生請你們記得拉裙子 男生就好好的坐下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你這樣做就會太前面對不對 好 要挑什麼 挑椅子 好 OK 好 現在講光台首歌 好 Create 好 腳都彈完了 好 Divine�禮 然後到你的خ want 然後到我們的侄issa這邊 好 敬禮 OK 好 完整的留一點來說是這樣 可以嗎 謝謝蔡維森 給他熱烈的掌聲 好 來 跟我的小朋友講一下 今年的鋼琴呢 有一點點 它在踏板上有一點怪怪的 它這邊有一點點聲音 所以小朋友你們先不用理會它 你們就自己踩踏板 反正要踩的地方就踩 所以不要被這個有一點ㄍㄧㄧㄥ的聲音 就是影響到 因為這個地方會有一個聲音 所以有踩踏板的孩子你們不要被影響到 好 再來呢 請你們注意一下 一定要調你們的圓徑 這樣就太近 黏住了 有沒有 黏住這裡不行 然後呢 也不能往後退 然後手馬上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 要請你們自己幫我注意 所以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 拉椅子 然後再來 拉裙子 不對 調椅子 拉裙子 好 這些都要請你幫我注意好哦 然後還有第三個 踏板的聲音 你踏板怪聲音 不要理它 你就繼續踩你的踏板踩下去這樣子 OK 可以齁 好 再講一次 要記得調椅子 拉裙子 拉裙子 還有你的那個踏板的聲音 不要管它 然後鏡頭 鏡好這樣子 OK 可以嗎 小朋友 要跟我回答 可以嗎 可以 好 OK 好 然後呃 現場的爸爸媽媽還有小朋友 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這一次中階音樂會的場地布置 好 我們今年的布置呢 跟以往不一樣 我們今年所用的色調 是比較亮色系的色調 我們這次使用的是紅色跟綠色 就是一起的色調 然後呢 因為這兩個色調其實是很亮色系 很顯眼 然後其實又不施高雅 然後呢 我覺得它就很適合今年 呃 因為整個全球瀰漫著疫情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適合 呃 現在這個感覺 因為它就是一個喚醒 喚醒的一個色系 它那個喚醒的感覺呢 就很像喚醒內心的 呃 各種的希望啊 什麼的 就是 它是一個喚醒的感覺 這一個蝴蝶結 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最喜歡蝴蝶結了 所以就做蝴蝶結 然後這個就是小小音樂家的音符寶寶這樣子 好 所以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我們音樂會的象徵 初階音樂會有使用到它 好 然後再來這個聖誕樹 這個就很簡單 這個聖誕樹 它是紅色金色系 色系是屬於這樣子的 它也是我今年特別想要使用的色系 好 然後這個是鈴鐺 鈴鐺呢 你知道這邊啊 聽說是做了五六次才做好 因為根本沒有這種形狀的氣球 它裡面好像要塞什麼東西 才能夠塞進去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特殊處理 好 這個氣球這一個面向是特殊處理 好 再來這個是我指定的 它這個叫做跳芭蕾舞的娃娃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呢 這個符合我們的精神 好 什麼叫符合我們的精神呢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在網路上看過一張在臉書上的一張照片 有一個跳芭蕾舞的舞者 然後呢 這個舞者呢 他這張照片呢 有兩隻腳 然後呢 他的右腳是 就是 呃 你們看他穿著芭蕾舞鞋 然後是優雅的那隻腳 然後那隻腳呢 其實就是要講說 別人看到我是這個樣子 就是他這個右腳 他穿著芭蕾舞鞋 非常的優雅 就是 呃 他要講是 你們看到 別人看到我是這樣子的腳 然後他的左腳是把那個芭蕾舞鞋 跟他的那個褲襪脫掉的那個腳 然後裡面全部就是 都是傷痕累累 然後就跟 全部都是一顆一顆 你知道 就是 都是那個受傷 所以呢 呃 要講的就是呢 其實學鋼琴跟跳舞有點類似 就是呢 我們別人看到的都是那個優雅的那一面 就是右腳 然後實際上呢 那一個面像是 呃 沒有看到的就是 呃 家長的辛苦啊 小朋友練習的辛苦啊 然後平常已經快沒時間了 還要提出時間練琴的辛苦 其實就是 在講的就是那個右腳跟左腳 其實就是在講芭蕾舞者 所以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精神 如果大家知道這個精神的話 就會知道 這個芭蕾舞者就是 呃 跟你們一樣 你們看到台上優雅的小朋友 有氣質 然後很帥 然後這個後面呢 其實是 爸爸媽媽 還有老師 然後還有你們自己的努力 然後其實別人都看不到你們的辛苦 然後也只有你們自己知道 就是 呃 如人飲水 人暖 自知 就大概就是這個東西的那個面貌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我要今天要講的部分 OK 好 那我們這一場表演的人呢 就是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慢慢來悠悠閒閒的表演 不用趕時間 所以這是我最開心的感覺了這樣子 就可以不用趕時間的表演這樣 好 那等一下呢 就是準備 就是表演 然後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一次的表演呢 我會直接唸了兩首歌曲 然後呢 我中間就不斷 呃 中間我不會打斷你 你就直接彈下去 比方說 蔡靜忠表演的是 告白氣球跟Frosty的Snowmanland 好 假設呢 我就會這樣把它唸完 然後呢 你就要按照你自己的順序 例如說 你已經習慣 Frosty的Snowman 是你的第一首 那你就照你的順序 你不用管我的順序 反正我就兩首把它唸完 然後在這個中間 我們是不拍手的 沒有拍拍手 所以這中間就是把它彈完 喔 兩首你們自己把它彈完 然後中間可以斷 就是你可以先把手拿起來 譬如說哐哐哐哐哐 彈完 喔 先放下來 然後第二首再彈 你不用急著 咻 就下去了 知道嗎 好 你們要記得來到舞台上 你就是主角 所以你不要趕時間 你不是說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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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噢噢噢噢噢就下去了 沒有 就是你上台 好好的把它表演完 然後再好好的下台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要特別跟大家說的 要記得要好好上台好好下台 中間稍微拿起來放下來一下 然後再上來這樣子 這是要提醒各位小朋友的 然後呢我們這一場表演有很多是第一次 來到琉璃藝紋空間表演的 這個空間其實本來是黑黑一片的 是因為我們稍加裝我們認真的裝點 它才會點亮的感覺 所以呢其實是我們的特別後製 不然它其實就是一個文青工業風格的感覺 好每一年的音樂會呢我已經辦了11年了 好然後呢我每一年的音樂會呢 都會呢一邊音樂會的時候 我就一邊拿著然後記錄就是有什麼東西要改進的 所以呢上禮拜就是上上禮拜高階 然後初階到今天中階 我已經寫了好幾張我要改進的 就每一年我都改進紙 就是那個要明年一定要注意 明年一定要注意這個地方沒有注意沒有 所以每一年就是這樣子的結果就是呢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演出是我們一改再改 包括前置流程後置流程 然後哪邊我覺得不OK 然後就是一改再改的東西 就是我對於自己要辦的音樂會呢 就是呢比任何人都來的更加準備好 就是呢我要求我自己的學生要唸到100分呢 我就是自己會準備到200分 我才會把這個音樂會呈現給大家 所以呢大家所看到節目單等等的東西 然後很多東西都是我一改再改的東西 絕不是好今年就是這樣好明年就是這樣 後年就是這樣子 當然有一些固定的SOP是這樣沒錯 可是我在很多事情上我還是力求了進步 所以這是跟大家說明的事情 然後呢請大家呢有機會 也不是有機會就是希望拜託大家 幫我呢把等一下孩子優秀的影片傳到FB上 可是我今年沒有準備打卡禮物 可是呢你們上傳的東西呢 我很認真的看 我是超級認真看 那個初階音樂會一表演完 好那個從太陽升級到太陽落下 然後表演完之後呢 我還是回家很認真的把大家的影片 照片全部都研讀一下 因為大家自己打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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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排 然後我就很認真這樣 把它看看看看看到隔天 我今天終於看完了這樣子 對我很認真在看 然後影片什麼東西我都在看 就是呢你們 其實這些東西是給我鼓勵 給我們的團隊鼓勵這樣子 就是我最喜歡就是文情並茂的 所以請大家幫我文情並茂一下 但我這次真的沒有準備禮物 什麼打卡禮物沒有 所以自由大家自由 但是如果有我很開心這樣子 OK好那我們節目就是準備開始了 好記得喔我剛剛所講的東西 你們不要忘記了 好再來我們這個是不講話音樂會 大家應該知道不講話音樂會是什麼 跟初階一樣 那些你知道什麼懲罰123 12比1比2我就不講了 那個你們已經長大來這裡了 就不講了 好OK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再介紹一下那個位置 對介紹一下位置 上一場還忘記 這場還忘記 趕快寫在我的筆記上面 好這個呢跟大家講 這一個位置跟這一個位置 這兩個位置叫做攝影保留區 攝影保留區就是呢 例如說林秉諺表演對不對 只有林秉諺的爸爸媽媽可以做 好然後換下一個陳佳佳 你就換陳佳佳的媽媽做這樣子 這裡然後這叫做絕佳角度 攝影最佳角度 這裡呢可以拍背面 這裡可以拍正面 一個錄影一個照相這樣子 所以這叫做攝影保留區 這樣子OK齁 所以請大家要記得攝影保留區 可以善加利用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的位置比較好 你也不一定要來 就給該表演者表演那個使用的位置 這樣子 好那我們準備開始囉 好等一下 每從頭到尾都需借用大家熱烈的掌聲 因為你知道今天已經限制兩個人進來 所以我們現在人已經很空了 所以請大家掌聲是不能聽 一定要有掌聲這樣子OK 好來我們要第一個表演的是蔡靜忠 來我們給予樂麗的掌聲 好等到他們坐下來的時候 我會宣讀他們表演的歌曲 第一首告白氣球 第二首Frosty的Snowman 是卡尿 是卡尬 Parlame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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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